那么对于大家关心的家长赔付的问题 我想在这里首先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就是根据这个传染病防治法和防控工作的要求 感染者他与这个非感染者要进行一个隔离 那么按照这个分类收治的原则 我们已经明确 如果这个儿童的家长他同样是一个阳性感染者 我们可以同时住在这个儿童的区域进行赔付和照顾 一起来接受我们的医学观察和治疗 我们非常理解我们四名朋友的关注和我们家长的心情 在下一步的救治过程中 我们继续的不断完善 做得越来越好